今天非常高興邀請到宜童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Jordan 來到我們的人物專法,歡迎Jordan,你好 謝謝 好,那想先請Jordan跟我們分享 過去是什麼樣的經歷,然後讓你接觸到現在這樣子的產業類別呢? 就是因為房地物資這件事是很有趣的 因為過去沒有人針對口罩這件事有一些故事 那因為剛好我們過去的工作經驗 有接觸到口罩和房地物資等等相關的一些工作 所以我們剛好在這個疫情之後才有這樣的一個因緣 剛好能夠來把口罩延伸變成一個有文創感又時尚感的發展的一個工作 那因為口罩本身過去它就一個消息 沒有人把世衛式品牌 那在過去的工作經驗當中 我們對品牌的認知認為不是走一個短期 也不是走一個取用別人的IP來做延伸的 所以當時我就因為有這個基礎的想法當中 希望把口罩變成一個服務創新 就它是從一個服務創新的領域變成一個服務的歷程這件事來做 那過去我們的客製工作 各位看到什麼衣服客製啊,圖案啊,杯子啊,照片啊,各種的客製 但是它事實上在工業化的部分其實不足 所以我這一次剛剛有這個機會 我們在接觸了口罩這個設計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希望把它工藝化轉成工業 跟文創能夠整個結合 當時有這個背景來思考這件事情 所以你看我們一系列自己把產品的設計 從口罩的本體到紙盒的設計 然後到它的載體 我們還有延伸出口罩製造賣賣機 所以我們自己專屬的口罩製造賣賣機 目前我們也放在台北有兩家成品 一個在板橋的新版本市的成品的二樓 那一個在裕隆城,新店的裕隆城的成品 的一樓東北電梯角落 我們有放兩台自動賣賣機 那在中部這邊在南投 有一個在南投的辦夢工廠 素德工業的辦夢工廠 裡面我們在它的電梯的外面也有放了一台 那在南部的我們也有一台在 所謂的永康新總圖 對,作為自動賣賣機的販售 那我們自己剛好在對商品的觀點 就是我們不是走向那種 整個大眾市場化 就是大眾市場它其實呈現不出它的價值跟美感 那所以我不選擇去走像全聯通路 我自己用自動賣賣機的銅路 跟少部分在植物的一些合作的賣家 那所以我其實做一個比較限縮性的 也沒有到處去做鋪貨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其實把商品 我們也把它視為一個好的美感的一個做法 希望把這個價值傳遞給我們的使用客戶 很有極致的設計感 跟極致的一個美感上的一個訴求 所以我也拿口罩 也分送了很多的活作夥伴 像我自己的單位的伴手禮跟紀念品 他也會對我們的品牌 也會很深的品牌印象 就是拿到之後看著好美的口罩 就是這是我們所傳遞的價值 我們其實也把這個價值先傳遞給我們的客戶 結果客戶發送他的口罩的時候 客戶所拿到的一個感覺 商品的價值、品質跟視覺效果都是很棒的 都是很棒的 這個就是我們想要傳遞的價值 我們想要傳遞的價值 所以跟大家做分享 口罩不再是防疫 而是以行銷為訴求的載體 他也可以很時尚 也可以很文氣 也可以很卡通 很可愛 還有各種的表現 都是可以的 以上的觀點 所以那因為現在目前的同業競爭 其實有一些就是可能素面 一些醫療類的口罩 其實他們是非常的素面 你覺得說你跟他們最大的差異化 以及特色點在哪邊呢 我們希望把口罩配成一種叫時尚的穿搭 就是說我們今天穿衣服 今天你會配顏色嗎 你有上衣有穿搭 但是臉部裡也會有裝 對 那裝的時候 那你出場的時候 現在我們出入到很多公眾場額的機會很多 尤其這種疫情 感冒各方面也很多 所以如果有好的時尚穿搭的配件 它就是一個很好的配件 不只是在顏色上 我們還有底色的設計 還有圖案元素的設計 所以可以搭配各種喜歡不同顏色的使用者 所以當時我們一系列的設計當中 透過不同顏色的穿搭 跟元素主題的穿搭 使用我們喜歡的口罩的人 就會有很好的選擇 我們的經驗很有趣的 就在北部的 我們曾經參加過北部的植物時期 輕一色購買都是特定白色體的口罩 在現場買到沒貨 但是在南部的白色體的口罩 它可能不是最主要被受到喜歡的 在南部可能希望顏色要更為color 更為鮮豔更為跳動 反而是更受喜歡的 那中部有不同的 所以每個區域性的民眾消費者 他對顏色色彩選擇穿搭 是有不同的習性的 對 所以這件事情是很有趣 就我們實際上在製作商品的時候 我們不是用單一顏色的系列 來作為嘗試 所以我們用了很多種不同顏色的系列 來嘗試 看看消費者對顏色的喜歡 跟顏著也是很好的互動 所以我們其實有這樣的一個話題性 也有這樣的視覺的互動性 那過去這些口罩業者 單一工廠 他就是賣完了 他就是把那個一個生產必要 就賣完為止 他其實並不會去思考 消費者之間的 這樣的一些感受 對我們而言 我們不是用為一種工廠 就是要量化生長的思考 我們是用為一個品牌 跟消費者穿搭 價值實上的思考 他會用力帶走一片口罩 他會很珍惜 他會喜歡 他會分享 就是他的話 他會跟人家分享 但是你現在的素色的口罩 就只是一個素色的口罩 沒有太多話題 沒有的 他已經過了那個話題了 但是我們的元素還是一直存留著 因為植物這件事情 它是一個很有趣的題材 那鹿角圈也是一個很有趣的題材 那台灣有一群很喜歡鹿角圈的 不論這樣 就還是有高有低 有高有低 但是就還是有一些受眾 就它對植物上的美感的受眾 是比較天然的 所以我們其實在這樣的設計當中 有很多的設計的巧妙之處 我們自己有很多的一些觀點 所以這一些要把這樣的美的傳遞 給每個人 這完全是不會有世代 不卻有時空 因為美這件事情就是一個不變的價值 對 那周德你覺得說 對於整體公司的短中長期規劃是什麼呢 目前我們一樣 就一樣的針對一些行銷的業者來搭配 通過口罩成為一個行銷的載體 來夠傳遞 那接著我們也希望能夠爭取到國外的一些客戶 也就是說 我們過去的經驗是哪 我們的客戶九層沒有面對別碰到面 我們都在線上溝通 所以我們在國內自己的經驗 在九層的客戶都沒有碰面 都是透過線上 透過LINE 透過電話的溝通 來作為傳遞的文字跟圖案的傳遞 客戶收到的打壓 再收到的大貨 就完成了這次的交易 所以我們其實跟客戶之間 有這樣的一個互動經驗 我們也認為我們有能力可以做國外的客戶 也就是說 我們加入不同的一些社團商會團體 來作為國外客戶的推進 藉由傳遞美的價值在國外也是一樣的 對 就是說我們看到很多時尚品牌 我有國外的時尚品牌 也有國內的時尚品牌 事實上大家對美的傳遞 對時尚的傳遞是共通的語言 所以今天我們要是有能力可以層次 我們這樣的美的口罩 把它輸出到其他國家 甚至也用能力去協助其他國家 在口罩上的設計這件事情 我們其實是有信心也有能力 可以來承接做這件事情的 這件事情在過去 你說要用單一業者 就只是電商買東西 那就單一商品 但是我們是用能力把設計的能力給傳遞 轉換成商品 所以這個是我們未來慢慢的去想要去打造的這樣的一個平台 透過商品的設計 一個口罩 載體的設計 讓更多的應用 除了我們自己的創作以外 我們的設計實在 還有其他的創作IP業者 文創業者 也樂意給我們開放的 希望大家可以一起來利用這樣的工具來傳遞 這些IP業者 設計者 你不需要搞動工廠的事情 工廠的事情我們都已經做完了 工廠的事情我們都一條路在處理這件事情 所以你都不用理解工廠的事情 我們整個都一條路 而且我們要幫你把關做到最好最優質的服務 因為我們過去對V2V的客戶就是這樣做 所以我們不會因為說它是一個政府機關標案 或者是它還是一個小客戶 卻有什麼差別的定價跟 對它必免 我們都是一樣的 標準化的服務 來對客戶的服務承諾 那客戶也會從這些小商品 得到它最大的價值跟滿足感 是 那假如說今天是一個年輕人 他可能想要從事這樣子的領域 又或者是說他想創業的話 那邊有什麼建議想給他呢 他其實應該還是去找到一個他的祖宗 也就是說他必須有自己對客戶傳遞價值的祖宗 受眾的祖宗 那這個祖宗是什麼 他不是他是喜歡動漫 不是喜歡是動物元素 可愛的元素 而是少女風 還是什麼祖女風 那我曾經去參加參觀過那個創媒會 在台北有個創媒會的主辦單位 然後我們剛剛也是 BM夥伴裡面的主席 他們邀請去參加 然後看到大家 其實很多創媒會就是創作的IP業者 他不知道怎麼跟商業做對口 所以他在那個媒會裡面 邀請很多的買家採購方 來去現場看到很多IP 來作為傳遞這些事情 所以我從我的經驗來看 IP創作跟創業者這件事情 其實大家都想做突破 但是你必須找到一個 你能夠轉換創收的做法 也就是說跟你訂閱 不論是跟你現在YouTube訂閱 不是跟你小紅付費嗎 他也就是一種訂閱 但是你只有訂閱 跟他還是沒有連結 他只有看你的內容連結 你沒有一個商品的連結轉換 就像我們過去看到很多買保險 會有商品 寄到你家每個月 像我媽媽買的一些保險 每個月會寄米給你在家 也會吃到米 類似這種保險契約 所以你其實要有一個 互動訂閱的做法 你要持續性的連結 跟訂閱跟他互動 那你看到這些YouTube 是因為他不斷有人請個小編 不能再打字回答 絕對不是要本人回答 對… 這麼多的流量怎麼辦法本人回答 所以他就有很多小編 一樣的概念 所以你必須有個互動性這件事 你才有機會去做 那每個人發展的角色不一樣 就是你需要服務的角色 跟你的受眾 跟你的商業 你要去把它轉化起來 所以這件事情是一個很有趣的 就大家在台灣現在已經走到那種 分重化 並不是說一個一枝獨秀 分重化 對…太多元了 很多分重化 不入南南區 都有分重化 那大家現在不喜歡單一口味 喜歡多種口味 對…這種年代 這種世代 跟以前不一樣 也就是一個口味 大家就是一年到尾都吃香港口味 不會覺得… 分譯 對…但是現在這個世代已經改變了 就是整個世代消費的觀點已經改變了 大家希望多種色彩 多種品牌 多種元素 各種都去嘗試 因為大家覺得不要被單一品牌給… 拒束 給拒束 給綁架有一個概念 對…不喜歡被單一品牌綁架這種概念 所以這是新型態的商業的變化 那我們要怎麼去體現這件事 其實就唯有變再變再變 唯一不變的就是一直在變 是這樣的 所以年輕人這時候 你所要先有一個設定的目標 然後找到市場上的受眾在哪邊 解決他們的痛處 不斷的優化再優化 是的… 才可以說把整個企業 有更規模的方式去做家人經營 是的… 好…那我們今天的部分 就非常高興邀請到 一通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 JORDAN 來到我們的榮證好 謝謝… 謝謝… 謝謝…